大家好,金融时报起底了一个中国驻伊朗的官员 负责审查TikTok内容的官员 这个应该对抖音TikTok收购案应该是有重大影响的 我给大家说一下,报一下这事 金融时报4号的时候揭露一名中国的前外交官在2018年加入了直接跳动 负责审查TikTok影音内容 决定什么内容可以在该平台上出现 抖音的母公司字节跳动 现在否认,出面否认这一说法 中国政府对TikTok的营运或业务有任何影响 抖音是否定的 这个事应该会影响到未来美国法院对白宫 或者美国相关机构、商务部对字节跳动 或者抖音TikTok收购案 这个股权占比 我觉得这个分配会有影响 因为很简单,你占大股东 那你就有权安排人士 有权安排一些人 审查一些节目内容 那如果你占大股东 对吧,你这种审查 特别是一些政治性的审查 是不是会影响抖音呢?影响这个TikTok 所以我觉得这个主要是针对的不是中国政府 主要针对的是谁啊 是针对这个收购案 现在大家知道 这个甲骨文和这个抖音的这个母公司 资业挑动的这个谈判还在进行 双方还在讨论是 资业挑动完全控股 占大股东 当大股东 还是这个有美国公司 美国这个股份占大头 所以这个案子呢 这一报啊 特别金融时报这一报 我觉得后续 抖音也好 资业挑动也好 他在这个 怎么说呢 在答复美国这个质询呢 美国政府的机构质询啊 或者是美国白宫啊 或者法院的一些质询的时候 会处于被动 这说不出理了 咱看一下案情啊 英国金融时报四号报道了 两名接近资业挑动的人士透露啊 一名约26岁至29岁前 中国官员负责审查TikTok的影音内容 决定什么内容可以出现在该平台 你从这个年龄上看啊 应该就是什么 网络审查员 其实他就是一个网络审查员啊 根据已被删除的社交媒体 领英的个人档案 该名为叫蔡征 蔡征 记住啊 蔡 蔡是那个蔡霞的蔡 征是那个口字一个征 征容岁月的征 蔡征 蔡征呢 是前外交官 曾在德黑兰的中国驻伊朗大使馆工作 26岁到29岁 他就在伊朗的德黑兰大使馆工作 他不是一般的网络审查员 他应该是中国 应该是至少在外交部 外交部已经备案的一个外交官员 那他的权利应该是很大的啊 虽然年龄很小啊 还不到30 今年年初的之前啊 他一直负责管理字节跳动的一支全球内容政策团队 据称啊 蔡征是TikTok决策团队的核心人物 那我觉得这个蔡征应该是 他既是与中国这个外交部方面挂名有联系 他也是TikTok抖音方面的一个 至少是一个合作方 我这么认为 具体是到底是雇佣方啊 雇佣了他还是说 是国家派到TikTok里边进行这种网络审查的 咱不知道 我觉得就是合作方吧 那这个也被爆出来了 他是这个决策团队的核心人物啊 他也是很核心的 年龄很小啊 26到29岁啊 那他在2018年加入了字节跳动啊 时间点正值北京对抖音影片内容进行严格审查之际 那此一压力迫使了字节跳动执行长张一鸣公开道歉 改采接近中国政府的道路线啊 道路线 那就是说之前那个18年啊 大家知道这个抖音曾经因为这个叫啊 好像因为一个网络的打压事件 这个整个网友在上街 然后摁喇叭鸣笛啊 我之前也说过啊 苍一鸣当时是非常跟共产党这个审查制度是对抗的 是对抗那种审查制度 当时叫叫网络叫什么来着叫 哎呀我忘了好像也是汽车后面都贴一个嘛 汽车写什么什么CCTV那个标志 然后上面叫 具体我忘了啊 好像是有个这个事件啊 好多人都上街啊 上街摁喇叭鸣笛 我记不记得大家有这个印象当时 在中国大街小巷全是 哎呀 一下想不起来这个名了 一下就卡在这了 后来这个抖音也是因为这件事 被中国政府好像也是制裁了嘛 制裁了嘛 那蔡征啊 在自己跳动北京总部的全球信赖和安全团队中啊 针对在抖音TikTok以及旗下啊 印度的社交平台叫hello 还有火山小视频海外版啊 vigo video等手机用程式上 可以接受什么影片啊 撰写指引 那他主要是审查海外的 那在蔡征管理该团队期间啊 TikTok被 被控 查禁会触动北京敏感神经的影片啊 包括一名美国少女希望世人知悉 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遭大规模扣押一事 那也就有审查 消息人士指啊 蔡征今年1月初 离原本的内容是政策审查职位啊 离职了 今年1月初离职了 那该职位迄今仍然悬缺啊 就是说 抖音现在把这个职位空着 没人干这个职位 现在也不能干 你干这个职位让人抓着把柄吃 你干什么呢 我审查的 那一下就知道了 那你怎么国际化呀 所以你可以看啊 现在这个 我觉得从1月初 抖音和中国就注意到 有人盯上抖音了 所以你从这一点上你可以看啊 抖音其实也是很聪明的 所以美国为什么盯上抖音 你也知道了 他盯上你 马上抖音就有反应 中国政府也就有反应了 赶紧把这人就撤了 不能在这再干了 再干不就成把柄了吗 但是现在还是被爆出了 这个蔡征啊 现在这个人不知道去哪了 对此 抖音的TikTok一名发言人声称 早在蔡征任职该公司前 这些内容政策指引就已经制定了 那字节跳动强调 在招聘蔡征的过程中 并未和中国政府商谈 如今呢 他已调往该公司游戏业务团队 到游戏业务去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人蔡征不一般啊 他之前是住伊朗的使馆工作人员 你如果说他就是一个一般的网络管理员 你觉得呢 一个在伊朗使馆工作的一个人员 回到中国就到抖音 当一个一般的网络管理员 这人家扒出来了 人家金融时报扒出来 他在伊朗的使馆工作过 伊朗使馆工作的 然后现在在抖音啊 打游戏的 你说 你说这个事正常吗 我觉得不正常 所以咱们所有中国人得知道啊 有这么个事 你别好像人家说什么 你就信什么 你一定要知道这发生了什么世界上 一定要给你真相 这样我觉得真实才是最有力量的 真实是最有力量的 不看别人说什么 要看真实性 你得让老百姓知道发生了啥 不然老百姓一头雾水 不知道啥 那最后你说的东西 大家也觉得一头雾水 所以真实性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个事我觉得是真实的 这个蔡正绝对不一般 他在伊朗的使馆工作过 一般网络管理员能去伊朗使馆吗 伊朗那个使馆不是一般人能去的 那你一定跟外交部有关系 外交部会派一个一般的网络管理员去伊朗使馆 在大使馆工作吗 而且他回国了就去抖音了 专门负责海外项目 那一定是管理相关网络业务 我有时候看金融时报 有些信息 咱们觉得他说的有点偏颇 因为出在他自己的利益考虑 但有些信息他是真实的 那咱们就得说出来 千万什么事都不让老百姓知道 给人老百姓藏着掖着不说 你这样反而欺骗老百姓 欺骗老百姓我觉得其实是什么 其实不利于共产党争取老百姓迷信 你什么都掖着藏着不告诉老百姓 其实老百姓有时候想支持你 自己都没话说 那抖音现已形成了内容政策审查 叫和平影片的责任 移交给美国洛杉矶 加州西谷和新加坡及阿尔兰都布林的报公室 现在不在中国审查了 在国外审查 那其实也就受这些事件影响 我觉得自己现在也知道 不能在国内用中国人审查了 那到都布林也可以 都布林的办公室雇几个外国人 或者雇几个当地的华人也能审查 就该审查还是可以审查 只是现在有原来的这种太明目张胆了 直接使一个外交部的人员到抖音来审查 现在变成了什么 变成了他把办公室放过国外了 这是抖音为什么要把这个办公室搬到美国去 全球总部放到美国 就是我总部在美国 我怎么审查 我没法审查你 雇员全是美国人 所以就是抖音一想海外话 你看啊 张一鸣和中国政府时间 也有一个微妙的意思 就我也想摆脱你中国政府的控制 你千万不要以为天天喊共产党万岁的那帮人 不想摆脱共产党控制 也是想摆脱的 就是共产党啊 他自己有审查制度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我觉得共产党自己也不能否定 他虽然有时候出来狡辩一下 但是你也得知道 他是有审查制度 我就觉得所有中国人都知道 一定是有审查制度 要有些视频他就能出现 有些视频就出现不了 是吧 这是实话吧 都是实话 有审查制度 那抖音想摆脱共产党的审查制度 他也是想利用这一次的 跟美国这次合并 把总部设到美国 这样抖音也能国际化 就摆脱了中国政府的审查 你看这次这个蔡征不就是吗 外交部派过来一个审查 国际媒体的一个审查员 那他就只能离职了 到游戏部门去工作了